这婚姻呢 自古以来就有个说法 叫门当户对 以前呢 上位也说过很多起 关于门不当户不对的一些婚姻 所造成的惨案 而今天这几案子 也是因为一起 因为婚姻 因为失败的婚姻 而造成的惨案 咱们从头说 31岁的陈雅日 是海南人 1米78的个子 帅气逼人 小时候他的梦想 是做一名篮球运动员 但是天资聪慧的他 却成为了一名知识分子 他家住在海口市的府城镇 父母是穷山纺织厂的下岗工人 是典型的城市穷人 他在四兄弟中排行老三 是读书最出色的 2010年大 陈雅日从北京某大学 获得硕士研究生学位之后 被海口的一家大公司招聘为主管 再后来 在一次同学聚会中 又邂逅了他曾经暗恋的高中学姐 吴琼 吴琼在海口市国贸的一家电子商务公司 做闻蜜 就在前不久 他交往了三年的男朋友令潘高枝 与新女友一块到新西兰定居去了 在酒店的花园里 吴琼楚楚可怜的哭诉 就痛着陈雅日的心 虽然吴琼已经是27岁的大姑娘了 但是在陈雅日的心里啊 挺拔俊俏的他就永远是他记忆里 那朵韵味别致的百合 接下来的日子里啊 他和吴琼经常的在QQ上聊天 二人的感情也在迅速的升温 不久他们同居了 同居之后的 本来打算将来给父母一份惊喜的陈雅日 并没有将自己恋爱的事告知父母 然而他们憧憬的甜蜜生活 却很快的被打破了 这事啊是这样的 2011年的元旦 父亲突然的坐着一辆宝马轿车 来到陈雅日的单位里 开车的是父亲的朋友李志华 在饭馆里 父亲告诉陈雅日 说李志华是来提亲的 李志华也开门见山的说 小陈 这些年呢 你出色的表现让叔叔很欣慰呀 最近生日做大了 我需要一个帮手 我呢 只有一个宝贝女儿 这次呀 我是专门的来要你做我的上门女婿的 哎呀 面对突如其来的提亲 陈雅日懵了 他拉着父亲出去 说自己已经有了女友了 父亲却责怪儿子 这么重要的事情 也不跟家里人商量 可是当得知吴琼只是一个秘书 家境很普通之后 父亲是更加生气了 我和你妈妈是不会同意 他做我们家儿媳妇的 你想想啊 如今李家都主动开口提亲了 我们能拒绝吗 李立大亲子说了 他很喜欢你 照我看呢 李立比吴琼强多了 李家有钱 在外头又有关系 还有恩于我们陈家 你要是取了一例啊 将来李家能帮助你 成就一番事业的 李家的财产 也是你的 陈雅日想辩解 但是却被父亲强硬的口气 压得不敢出声 说实话 李志华对他们陈家的确有恩 他们四兄弟读书的费用 大多都是由李志华资助的 特别是陈雅日 李志华资助他读完了研究生 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 李志华在海口原来是开酒楼的 这些年 海南整顿半拉子工程时 他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参与开发了几个楼盘 发了财 身家数千万 可是李志华只有李立一个女儿 大学毕业后的 李立在他父亲的公司里做会计 可是在陈雅日的印象里 李立她是个长相普通 却又十分霸道的女孩 2011年端午节那天的 母亲打电话让陈雅日回一趟家 当他推开家门时 哎呦看到了啊 客厅里坐着李志华夫妇和李立 陈雅日顿时觉得有些尴尬 原来父母叫他回来 是要促成两家的联姻的 可然的 那天晚上的饭桌上 陈雅日的父亲跟李志华几杯酒下顿之后 便开始讨论 他们成了儿女亲家之后 可以如何做到优势互补 这时的 母亲实在是看不惯陈雅日傻呆着坐着看电视 便起身推着她和李立出了门 你们年轻人哪 别给我们老人待在家里 啊 一起去逛逛街吧 来到街上呢 李立显得很热情 拉着陈雅日要去看这看那的 可陈雅日却十分冷漠的说 我们是不可能的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还不料的 李立就站在那里笑得直不起腰来 我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你们又没有结婚 办得着这么严肃的拿出来跟我说吗 陈雅日第一次领教了李立身为富家小姐的飞扬跋扈 她甚至呢 好几次想把跟女朋友同居的事告诉李志华夫妇 让他们知难而退 可母亲知道后竟然以死相威胁 哎呦 陈雅日只得就此作罢 陈雅日对吴穷诉说了自己的歉意 吴穷非常震惊 两人抱在一起痛哭 事后 陈雅日的父母还怒气冲冲的找到吴穷 我们四个儿子中啊 就属陈雅日有志气 有出息 他呢 需要找一个有实力的女人协助他发展事业 况且家里有好几个兄弟还指望他辅助呢 你看你啊 就你现在这行的 我看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天呐 吴穷被这番极端功利的话 记得没了追求爱情的底气了 彻底没了 就这样 陈雅日被父亲强拉硬拽的与李莉谈起了恋爱 2012年的年底 陈雅日和李莉在海口南庄酒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光豪华的婚车就有四十多辆 合适的 作为上门女婿的陈雅日坐在岳父送的那辆崭新的宝马车里 机械的拉着李莉的手 却一句温软的话都说不出来 在婚礼上 李志华将一个存用一百万元的存折 交到了李莉和陈雅日的手里 同时还当着所有的嘉宾表示 等小夫妻俩以后有了孩子 他呢就将公司百分之三十的股份交给他们 婚后陈雅日完全的将身心交给了李莉 可是李莉却很快的从当初跟他撒娇发嗲 变得一指气势起来 有时候他觉得陈雅日没有了新鲜感 就把他与先前那些男朋友罗列出来 跟陈雅日做对比 李莉的挑剔让陈雅日是无法忍受的 由于家中难丁稀少 李志华要求他们赶快生个儿子 而李莉却怕生育影响身材 只同意生一胎 父亲知道女儿的脾气 也答应啊只生一胎 但是必须是男丁 2013年2月 李莉顺利怀孕 岳父对陈雅日说 我呀联系了医院的熟人 明天你陪着李莉去照个必烧吧 我的意思是啊 如果是个女娃 你就马上做人流打掉 什么 见陈雅日几乎惊恐的站在那里 岳母又补充道 理由很简单 我们这么多的资产 丽儿又不同意多生 要是这么就断了香火 该怎么办呀 还不幸的是啊 必朝检查结果证实了 李莉怀的确实是个女娃 陈雅日真的是舍不得打掉这个孩子的 但是岳父母的态度却十分强硬 陈雅日只能向妻子寻求帮助了 他耐心的开导妻子 我们呢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不能像父母那样抱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我们一起努力把孩子顺利的生下来吧 可是听了陈雅日的话 李莉非常生气 丢他大吼 行 要是你去找别的女人生吧 我说好了生一胎就是一胎 你 陈雅日听后想大发雷霆 可最终的还是强忍住了 就这样的 在岳父岳母的胁迫之下 李莉到医院里做了人流手术 这人流事件在陈雅日的心里蒙上了厚厚的一层阴影 那如果再次怀孕又是女娃 这该咋办呀 而岳母也爱对陈雅日唠叨个不停 要求啊 他改掉那种刻板的书生器 为人处事要头脑灵活些 不然以后怎么接手李家的生意啊 豪门的深深庭院本就不适合他 再加上岳母的指使 更让原本就心情不好的陈雅日压力徒增 而最让陈雅日烦心的是 为了加速实现生个儿子的计划 每天晚上呢 李莉都要他喝大量的补品 然后呢 让他按照那些偏方说的行事 这让陈雅日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 渐渐的两人的矛盾就升级了 陈雅日被他的父母逼着 与女友分了手 并且到一家富贵人家当了上门女婿 可是呢 这岳父岳母家里只有李莉一个女儿 就非常的迫切 想要一个男丁来继承他们的家业 可不幸的是啊 第一胎怀的是女孩 最终呢 在岳父岳母的胁迫之下 李莉去医院做了人流手术 虽然陈雅日他舍不得打掉孩子 但是啊 他说了不算 而让陈雅日最烦心的是 为了加速实现这个生儿子的计划 每天晚上 李莉都要他喝上大量的补品 然后 再让他按照那些偏方说的来行事 这让陈雅日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 渐渐的两人的矛盾就升级了 上集啊 咱们就说到这里 咱们继续说 慢慢的 李莉开始成天的跟朋友出去唱歌 泡酒吧 而且经常的是夜不归宿 有时候他一回来就是酒气冲天 可占不算 有时候陈雅日竟然听见 他在梦中叫唤多个男人的名字 出于男人的自尊 2014年的演出 陈雅日决定了 找个私家侦探跟踪李莉 结果侦探给他带回了几张李莉 和多个男人的亲热的照片 陈雅日气得肺都炸了 痛哭过后的 他想 无论如何 要将这些证据保存下来 等着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 就起诉离婚 而父母在得知儿子 在老丈人家的遭遇之后 也很后悔自己当年太势力了 结果的 害苦了儿子 2014年的年末 陈雅日向李莉谈牌了 提出了离婚 可是李莉却冷笑一声 想都别想 我家里不允许离婚 又不起这个面子 最终离婚不成 陈雅日还得去找经常泡巴 不归家的妻子 有一次啊 无意中的 陈雅日在酒吧里碰到了初恋情人 吴琼 这件吴琼瘦瘦了好多 这让陈雅日心疼不已 也就是在那天夜里 一番互诉中常之后啊 二人又情不自禁的 痴缠在一起 可是的 陈雅日他哪里知道 他知道 在那个不被人注意的黑暗角落里 一架微型录像设备 已经将他们缠绵的全过程 都给拍摄了下来 几天后 陈雅日因为李莉再次夜不归家 大吵起来 最后忍无可忍的他 再次提出要到法院起诉离婚 李莉却嗤之以鼻 你以为离婚 就能把我爸送我们的结婚财产 分走一半是吧 哼 你还有脸说我 看看你干的好事吗 愤怒的陈雅日 要去把自己拿到的李莉 与其他男人在一起的照片拿出来 可是 他找了好久 也没有找到那些照片 相反的 李莉却把他与 无穷忘情缠绵的视频光盘 扔在了他的面前 原来的 李莉那天 在找掉在床下的耳环时 无意间发现了自己出轨的照片 于是 李莉又通过陈雅日的同学 找到了无穷 并且买通了他 安排起到酒吧里 与陈雅日上演了一出 久别重逢的好戏 哼 见陈雅日傻愣在那里 李莉极其不屑的说 哎呀 别以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 等我哪天玩腻了 随时就把你给扔了 哎呀 陈雅日快要疯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真心相爱的无穷 会与李莉一起设局 陷害自己 演这么一出 这么好看的乱局 他费了好大力气 才找到已经换了号码的 无穷的电话 一顿歇斯底里的吼叫后 无穷却在那边冷冷地告诉他 哎 你刚才说爱 你爱过我吗 我看你啊 你是更爱你的荣华富贵 以前的你 为了钱 结合一桩有名无实的豪门婚姻 我就不能为了钱 报复下我们之间 这几句讽刺意味的爱情吗 不是 我 陈雅日了解到了 无穷自从被他抛弃之后 也曾经发誓要报复他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最终也是淡忘了这段刻骨的恋情 可是 一个受伤的女人 她很容易被仇恨的火焰点燃的 机会来了 当李丽找到她 并许下十万元的酬劳时 过贯穷日子的无穷 一下子被巨额金钱给打倒了 他同意了李丽的要求 由此便引出了陈雅日的 旧情富然的情节 富人者 仍恒富之 尽管陈雅日深知这个道理 但他还是觉得 这个世界太残酷了 事情虽然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 只要稍有空闲的 陈雅日的脑海中 就不由的会浮现出 妻子出轨 以及岳母对她的 横眉冷对的一幕幕 冷静下来之后 他也会尽力的 克制自己不要再想 他谁料啊 越是克制 这记忆就越是清晰 他甚至还联想到 妻子与那些男人 在一起的那些 不堪入目的情景 想到这些 陈雅日不由得 恨得牙齿痒痒 渐渐的 他恐惧的发现 他竟然有了一种 想要杀死李丽的冲动 只是 一想到李丽父母 多年来对他家的好处时 他这才抑制住了 自己的冲动 但是 事情的发展 却出乎了陈雅日的意料 因为他发现了 妻子经常当着他的面 打电话 与其他男人调情 嚣张 把扈的 无以复加 陈雅日气愤不已 想杀掉妻子的欲望 也是越来越强烈 2015年 3月17日 陈雅日从朋友口中得知了 李丽雅 又背着他与情人 私奔到三亚 陈雅日感到 自己忍耐到极限了 20 妻子回到家中时 刚好家中只有他们两个人 陈雅日问他去哪了 可李丽却说 你管不着 陈雅日又问了几次 李丽干脆不回答 你 陈雅日气愤不过 就顺手抓起一张长木板凳 砸向了李丽 李丽也火了 操起一把水果刀 与陈雅日对打起来 可是 李丽哪里是身材高大的 陈雅日的对手啊 丧失理智的陈雅日 举起木板凳 对着李丽的头部 横砸了几下 李丽当即的就躺倒在地 奄奄一息 陈雅日又把他拉到床上 抓起被子紧紧的蒙住他的脸 过了一会儿的 陈雅日才松开了手 醒醒后 陈雅日迅速逃离李家 当天下午四十取大 海口市公安局协了报案 迅速的派出行政人员赶赴现场 在事发现场 民警发现了 屋内是凌乱不堪 床上地上都遗留着很多凝固的血渍 首先 一名年轻的女子则横躺在正屋东间的大床上 已经死亡多时了 经勘察 现场有一丝搏斗的痕迹 死着头部 面部有多处的钝气伤 显然是踏刹 警方抽调精干警力 成立专案组 很快的便锁定了 陈雅日有作案嫌疑 可此时 陈雅日已经失踪了 接下来 为了防止其逃跑 警方又加大了 码头机场的防控 终于的 21日上午 转速民警在新港码头 接获了犯罪嫌疑人 陈雅日 而此时的他 却早已买好了 到广东的船票 最终呢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陈雅日低下了头 承认了自己 杀害了李莉 2015年10月15日的 被告人陈雅日 被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认定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缓期 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关于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 上文说过太多起了 今天这起 只是其中的一起 结婚不门当户对的人 是大有人在的 不管是电视剧上 演的情节 还是咱们现实中 活生生的例子 都给了我们太多 太多的教训 所以说 门当户对 渐渐的被当成了 一个条件 成为很多情侣 没有办法走进 婚姻殿堂的 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比如这么说吧 生活在不同物质条件 以及精神状态下的 两个人 它自然而然的 就会对于物质 以及精神的追求 有着不同的期许 而恰恰的 婚姻就是这两者 没有矛盾的结合 如果出现冲突的话 就将影响两个人的感情 那就是人的知识水平了 知识水平的不同 也必将会对事物 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所以 两个人不同 认知水平的人 生活在一起 这冲突嘛 也将不可避免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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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